西洋情人节即将到来 日本百货业巧克力商站也陆续开打 包装精美的商品礼盒陈列在架上 其中最大的特卖活动集结300个品牌 约有3000种商品 业者推出最新口味或是限定版的巧克力 多样化商品吸引大批消费者排队购买 对日本百货业而言 西洋情人节商机比耶旦节还高 受到日元贬值与护料成本增加等因素 造成巧克力价格不断上涨 不过买气依旧不减 许多店家看好今年销售额能超越去年 甚至有百货业者喊出 每天超过一亿日币的业绩 而过去以本命或一里云役 赠送巧克力的情况减少 以推荐自己喜欢的偶像相关巧克力商品 则有新奇的趋势 据上众球报道 冠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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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冠 感谢观看